就帶大家從這邊往上騎之外 我們來體驗一下三泉水游泳池游泳的樂趣吧 OK 那就出發吧 出發 OK 我們就來多遊幾趟 出發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佳燕梁德瑞 今天這一集非常特別 最近實在是天氣太熱 每天在家工作那個電費實在是真的太貴 吃不小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將帶大家從我身後的知山站 往山上騎就是往陽明山方向前進 那我們等一下途中會經過敦煦工商 往鹹一路方向前進 最後要帶大家到前山公園 那個地方我相信應該很多車友有騎經過過 但完全不知道那邊有游泳池 所以等一下我就帶大家從這邊往上騎之外 我們來體驗一下三泉水游泳池游泳的樂趣吧 OK 那就出發吧 Go Go 我還是想要注意 чтобы見到這裡 我的家水游泳池游泳的環境 我們在餐廳池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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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 Ü燥 OK 往天府北路一直走到底之後 就會看到行義路的牌子 這邊右轉就準備開始往陽明山的爬坡路線 右轉 行義路的一開始 這段大約平均波度可能都在 8到10% 有些時候是8%完會稍微緩坡一下 所以這段在一開始會比較辛苦一點 大家就可以稍微照節奏一點 因為後面還有點長 這段總長大約10公里爬升400公尺 這個路口 行義路跟全員路 它右轉全員路 然後往敦旭工商這邊經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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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順便跟大家介紹一個厲害的 有沒有看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 今天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騎完車下水游泳 所以特別穿了一套我們2023年最新版本的鐵人服亮相給大家看 那我就穿鐵人服的好處就是 實際在訓練當中 譬如說我們在騎車游泳交替的時候 就不用再特別去換衣服 還就可以一套直接到底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設計 所以今天特別穿這樣 等一下真的是要認真的下水去降溫消暑一下 目前已經騎了從石山站過來大概3.6K 這條就還蠻舒服的 因為它比剛剛來講稍微再緩一點沒有那麼陡 所以騎到這一段的時候 除了坡度比較舒適之外 除了坡度比較舒服之外 最重要的這邊都是在樹林裡面 所以騎起來就會比較涼爽一點 OK 我們已經騎了7公里 在行翼路往這邊 沙茂路之後 其實它的路段就比剛剛行翼路緩和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很怕很累的人 可以把比較重點放在前面的3K 行翼路的路段 因為那邊是比較陡一點 平均坡度可能6到8% 那實際到沙茂路這段之後 其實平均坡度大概就是4到6%而已 所以強度其實是稍微比較下降的 騎乘起來也會不會這麼疲勞辛苦的感覺 OK 最後3K 這段路也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沿路你在水溝聞到的氣體都是硫磺味 都是溫泉的 應該是排放出來的溫泉吧 所以冬天來騎的時候就比較有感覺 因為冬天的時候很冷 然後聞到溫泉會覺得 哇 好像溫暖起來 而且水溝熱氣超多 但夏天的話就有點辛苦 因為聞到溫泉覺得好熱 但快到我們的前山公園了 沙茂路在後段就是進入一個比較住宅區的這一段 再往前一點 我們的終點會經過消防局 OK 抵達了我們的算是至高點 最高陽明山消防隊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經過 已經過了往游泳池的那個路口 但我覺得這邊比較好 就是指標性的找到在哪裡 這條沙茂路其實到底 再往前 再往前就是往陽明山 然後花中那個方向前進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往那邊 我們就等一下再往前一點點 然後繞進去 就可以直接到前山公園 我們就直接到游泳池爆掉吧 超級熱 全身濕透了 去游泳 GO GO OK 我們已經到前山公園的游泳池了 這邊目前呢 全年只開放四個月 就是六到九月 然後我剛剛上網Google一下 聽說水溫只有全年恆溫20到24度 感覺是非常清涼 我們剛剛騎上來全身都爆汗 直接進去游泳吧 而且收費超便宜 才60塊 游泳 GO GO 這邊真的是溫度有低耶 在這裡的那個水溫真的是滿涼爽的 因為平常在那個游泳池的時候 會不容易游到太熱 然後今天溫度大概真的是只有24以下吧 我覺得游起來滿冷的 可以游個兩三趟就OK 而且這邊還滿有個特色 就是它的水其實沒什麼濾味 游起來真的是天然山泉水的感覺 超級舒適 OK 我們現在多游幾趟 出發 今天這條路線呢 特別推薦給你 如果你家剛好最近也非常熱 如果你家剛好最近天氣很熱 剛好電費也有點貴 剛剛好呢 你也想要騎車出門旅遊 竟然又這麼剛好 你也想玩一下三鐵 這麼不小心 剛剛好我們DHRC又出了最新的三鐵E 就是這麼剛好 DHRC又是由我創辦的跑步社團 一切這麼剛好的之下 又在剛好現在 你看了這支影片 我想這一切就是注定好的 太剛好了 好啦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這件三鐵E也即將開賣 那預計呢 如果超過30件就會成團 然後開始開放給大家訂購 所以如果剛好你有這樣的需求 剛好你想要穿著三鐵E騎腳踏車上山游泳 也剛好你想要參加明年的三鐵賽事 這件三鐵E我想剛好非常適合你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今天在這邊結束喔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下集見 請保安 我們下集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